54会李连杰严重驼背无法久战,励志却风华正茂,发福不少。 李连杰近日现身参加一个活动,现场聚集了不少欢迎他的人。 从这点足以看出,李连杰昔日在影视剧复出没有复支东流,他所饰演的角色已经走进千家万户,赢得了无数人认可。 吉弟儿座与众人探讨人生道理,时儿嘻嘻哈哈,时儿有感叹岁月。 可有一个不太显著又引人注意的事情,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,那就是李连杰摘掉帽子后,头发花白犹如糟老头了。 在去年他被检查出患上了严重甲状腺抗禁了,需要服用大量药物来抵抗。 此外,此外他早年拍戏时留下的伤疤,身体上痛疼越发明显,种种病因让他身体失去原来的硬朗,迅速仓老憔悴不堪。 更为严重是严重驮背无法久战。 相反有网友拿出他娇气励志的照片做比较,看照片是励志一个人逛街,身边没有什么陪伴人物,也未有什么现场保护人员,这点是很接底气的。 不像有些明星上个厕所都要几十人保护。 励志起时也封是大美人一枚,有助天使脸蛋魔鬼身材美誉。 在嫁给李连杰后完全退出了演艺圈,甘愿为他相夫轿子,做了全职太太,上街为家人购买衣食成了家常便饭。 在娱乐圈有些艺人想尽办法高调,恨不得的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是明星。 而像励志这样低调女星也有很多,她们就压根没有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明星,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一个普通女性,或者一个为家曹池的妇女。 结尾还是不得不说,励志尽管年龄变老,但衣装时尚容颜不衰显得很风郁有存。 比老公李连杰保养的可好上许多倍。